昨天我们一个居民心痛死了 他就是说一棵几十年的大树 棕榈树给砍了 然后我就过来看了 看了以后这个树已经砍成了几段 倒在这个地上了 原来是在 原来是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 华阿姨住在杭州上城区青波新村 她说砍掉的那棵棕榈树 比旁边这棵还要粗壮一些 高一些 直径大概20厘米 有一层半楼那么高 这个棕榈树一直在我们小区 就是建房 七几年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了 所以我们都很心痛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砍这棵树 谁砍的 后来我们问了 是社区的一个管理 可能树木的 他就说了一下 为了这块地方 就是这个门出入的 好看一点 他们有没有提前 发布一些告示或者通知 没有任何没有 这里本来是测水沟 文艺啊 资深 然后这里是扎草重生 这里乱七八糟 然后那我说要改变 然后我们就反馈到社区上面去 正好他们就是最近 露室好了嘛 叫施工方来了 花坛的边上是一个老年活动室 小区物业负责人在现场表示 之前有居民反映 边上臭水沟的问题 所以做了整改 现在往花坛上种了许多小树 那为什么要砍这棵树呢 这里都是八九十岁 有时独居老了 美丽送餐过来的 给他们娱乐聊天啊 那棵树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就是没有阳光 你看现在有的阳光 如果这个树就存在的话 这个意思是没有 这里就跟第二十一样的 你的意思是为了阳光照到这个活动室里面 对对对 来到青波门社区 负责人不在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也把问题反映给了青波街道 当天晚些时候 收到了青波门社区蔡书记的回复 绿化带离我们这个 康阳驿站窗户 基本上是一个齐平的一个状态 三棵树侍种在这个绿化带里面 整个绿化带的边缘 已经往我们那个 康阳驿站的窗户这边 整体倾斜了 对我们那个康阳驿站呢 房屋的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所以呢 这次正好在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呢 施工方呢 他们现场呢 一些种植绿化的人也跟我们说 这个地方树种得太密了 就是因为下面的根系 在不停地长大 然后我们的康阳驿站呢 又本身地势是最低的 最低的地方 如果后续这里的树 还是继续这样长的的话 它还会把地面 和边上的那个那个花坛边 再拱起来 那这棵树肯定有没有审批过啊 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老旧小区的一个改造一个工程 统一打包去审批的 前期呢 因为它这里到这里 设计到两个小区的居民 将近将近六区百户居民 然后呢我们是前期呢 是在小区里面也公示过 也召集相关的业主 开那个那个听证会 蔡书记还说 关于这棵棕榈树被砍 其中有点误会 那根据杭州市立华班的相关规定呢 如果是30公分以内的树 是可以砍伐掉的 那那那那我们呢 也跟师傅们讲了 你当时我们是说好是移植的 就是把这棵树 你移植到其他地方去 这里种一个小灌木 并不是让他们去砍 把树砍掉 那这个呢 我们已经跟师傅方的 也已经明确 已经交代过了 然后也对他们的 下面的师傅队员 他们也提出批评了 我们会种灌木回去的 黄阿姨不认可社区方面的回复 还是希望把树种回去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